为什么同样式刹车F1从时速300到车底停下来只需要4秒钟不到 而普通的汽车 对了好像普通的汽车开不了300 普通汽车从时速100减到0差不多就要4秒了 而如果你不幸骑上了一辆刹车不太好的自行车 不得不靠双腿踩地来辅助它停下的话 就只能助你好运了 事实上我以前经常这样撞到女生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F1的刹车系统究竟如何与众不同呢 1951年磐式刹车第一次出现在F1赛场上 1955年雪铁龙第一个把它搬到了自己的量产车上面 从此以后磐式刹车就成了我们一个无比熟悉的东西 直到现在普通汽车上面的磐式刹车和F1上面的磐式刹车 本质上都没有啥区别 毕竟大家都是使用同一个连小朋友都懂得的原理在工作嘛 摩擦力 卡钳夹紧 车辆减速 卡钳放松 车速恢复 所谓脏齿油度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同之处在于细节 我们一个个来说 先说卡钳上面的区别 除了更大以外 你要是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位置也不太一样 普通汽车上卡钳的位置 一般都是在刹车盘的左右两侧 大概是3点钟和9点钟的位置 而F1的卡钳却更往下 位于5点或者7点钟的位置 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 因为这样能让重心变得更低 重心更低 车开起来自然更稳 你骑个时速20公里的自行车都知道要压低身子 F1的工程师就更是深安辞到了 那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放得更低 也就是6点钟的位置 根据我多年对直立哺乳动物进食习惯的研究 6点钟吃过饭之后 中心肯定更低 好问题 将卡钳的一头翘起来 是为了让打嗝更方便一些 因为在刹车板和卡钳之间 传递力量的是液压 用液体来传递压力 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处 那就是由于液体是无法被压缩的 所以当车手踩下刹车踏板后 踏板上的力量会非常迅速又精确地传递给卡钳 从而做到人车合一 但就像你吃饭的时候难免会吞下空气一样 刹车不停地踩踩松松 也容易让空气转了空子 转到液压系统里面去了 空气可跟液体不一样 它比较有弹性 可以轻易地压缩 这就让刹车反馈变慢 人车不再合一了 F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时不时地需要把这些混进液压系统里面的空气给挤出去 怎么挤呢 在液体里面的空气肯定会往上跑 所以F1的卡钳就必须要装成一头低一头高的样子 并且在高的那头有一个专门的放弃嘴 事实上每一轮比赛之间的大哥是F1必须要做的事情 说完了卡钱的不同 我们接着说F1的刹车盘跟普通汽车的刹车盘有什么区别呢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另一个连小朋友都知道的知识 能量守恒 本质上你一刹车汽车就能够停下来 是源于能量之间的转化 汽车的动能转化成了刹车的热能 F1动能那么大 刹车时间又那么短 就要求它的刹车盘必定是由一种特殊的耐高温材料制成的 是的跟普通的金属刹车盘不同 F1的刹车盘是由两种不同类型的碳复合在一起组成的 所以就被非常直接的称为碳碳复合材料 翻译过来就是说你们造个材料倒是挺棒 怎么起个名字就怎么不走心呢 总之碳碳复合刹车盘可以轻松的顶住F1猛踩刹车时产生的超过1000度的高温 而且强度极高重量 激情热热不易膨胀 冷热不易收缩 看起来低调涌起来高效 当然不要以为既然它都那么耐高温了 降温就不那么重要了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海绵 热量就是它能够吸收的水分 如果时钟处在吸饱水的状态 还怎么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呢 刹车盘吸收的热量也是如此 如果不把这些热量及时的散掉 又怎么能再吸收动能转变过来的热能呢 要是再吃不下更多的热了 动能也无处可去 速度不也就降不下来了吗 所以首先我们能够看到探探刹刹车盘上布满了能够通风 并且还能够增加表面散热面积的孔 另外在车轮内侧 还有专门为刹车盘送风的导管 为它带来更加强劲的冷却效果 好 最后再说一个跟我们普通汽车上完全不同的黑科技 那就是当你踩下F1的刹车踏板之后呢 前后轮的刹车力量并不会完全均匀的分布 而是可以任意调节的 静止情况下 F1的车重分布大概是前后45比55 即55%的车重是压在后轮上的 但是在急刹车的情况下 重量会向前轮转移变成55比4速 就是掉个个了 所以为了最有效的刹车 前轮分配到的刹车力量应该是55% 而后轮则是45%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平均分布了嘛 但F1还能够允许车手直接在方向盘上 对前后车轮的刹车比例做出更自由的调整 以便找到最适合你自己和赛道的组合 真想把它移植到我自己的车上 这样就在飘移和稳重之间能够自由切换了 免得老师身腿容易把血给磨坏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